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全球看清了一个现实 日本终于看清了此国真面目 据俄塔斯社2月19日报道 近日 新型肺炎的感染者在日本依然呈现出扩散的态势 目前 日本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呈现上升的趋势 不过 日方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这种情况 近日 一名出租车司机确诊感染了病毒 在确诊之前 他一直在驾驶出租车拉乘客 甚至还拉过日本共同社的10名记者 因为他职业的原因 凡是乘坐过他的车辆的人员都有感染的风险 据悉 目前已经确认有10名输租车司机感染了该病毒 共同社10名记者被要求进行隔离观察 其中一个是经常负责对安倍进行采访的记者 安倍已经被警卫带走 保护了起来 正在观察其身体状况 这些被隔离的记者都有确诊的出租车司机有关 在2月初的4天内 他们搭乘了被隔离司机的车辆 10名记者中 有1人是负责经常采访安倍 经常出入属相官邸 如果这名记者感染的话 安倍很可能也会遭到感染 这对日本来说是最不好的消息 日本到目前为止 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疫情的严重性 2月17日 日本一家电视台的记者 对出现感染者的出租车公司一名员工进行了采访 出租车司机表示 自己已经接受了检查 不过试剂盒没有呈现出阳性 并且他也没有出现发热等症状 因此还在继续开车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告知他已经确诊了 至此直播只能临时中止 而这名记者估计也要进行隔离观察了 如果日本足够重视的话 进行了检测的人员 即使没有出现阳性 也要先进行一段时间的隔离 日本竟然允许这样的高危人群继续开出租车 简直不敢相信 白宫认为 日本的应对措施太晚了 刚开始不以为意 导致目前的悲剧 日本刚开始没有对疫情有足够的重视 可能宣传也不到位 从新闻上能够看到 日本出行人员戴口罩的并不多 截止到2月18日晚 日本确认的感染者人数已经达到616人 当天 何歌山新增加了三例 并且其中一人在13日到15日之间 在钻石公主号上对确诊者进行诊疗辅助 之后乘坐新干线从横滨到大阪 然后驾车返回 这期间应该还有不少的亲密接触者 可以预见 近期还会有不少新的感染者出现 目前 日本已经是中方之外 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白宫认为 日本采取措施太晚 将有很大的麻烦 并且 日本是一个岛国 陆地面积不大 但是有1亿多人口 人口密度要比武汉高得多 一旦日本控制不住疫情 其后果不堪设想 近日 在日本防疫形势吃紧背景下 中国紧急向日本捐赠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消息 登上热搜 两国网友为此出现新一轮互动 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 日本的包机一趟接一趟 给我们送来日本各界捐赠的各种物资 就在2月17日 日本第5趟包机又飞敌武汉 日本驻华大使馆还在社交媒体上 发了所送物资详细清单 18日 环球网刊发了相关报道 就在这条报道下 有中国网友留言称 头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如果日本遇到困难 中国一定要鼎力帮助 果然 现在轮到中国 反过来帮助日本了 20日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网 刊登了驻日本使馆发言人 就中方向日方捐助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答记者问 其中提到 近来 日本国内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持续发展 中方对此高度关注 感同身受 得知日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不足后 中方立即向日方表达提供协助意愿 并采取行动 经过多方协调 近日 我们通过中国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和深圳市蒙马公益基金会 紧急向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捐赠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对于中国 紧急向日本捐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中国网友说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愿平安 不少网友说 这是礼尚往来相互帮助 有网友对日本民众的难处感同身受 日本网友又怎么看 二十日上午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官方推特上 也发布了中国紧急向日本捐赠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消息 在这条推文下 大部分日本网友对中国表达了感谢 还有日本人用中文打出谢谢 有网友赞叹 中国的援助速度也太快了 还有日本网友给中日两国共同加油打气 中日携手一定可以战胜病毒 值得一提的是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很多日本民众通过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发送电子邮件 讲述自己同中国的渊源 并向于疫情勇敢斗争的中国人民表示慰问 而就在19日下午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官方推特上 发布了孔璇佑大使回复日本民众的感谢信 信中孔璇佑对日本人民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所给予的关注理解和支持表达了感谢 他表示中方愿尽力为日方提供支持帮助 与日本朋友攻克时间 这封信发出后 一些日本网友也相继在留言中回信 祝愿中日友谊长存 并为中国加油 从两国官方的表态及网友的相互鼓励 就可以看出 日本此次真的是遇到麻烦了 截止到19日 日本再次更新数据 钻石公主号邮轮新增感染者88人 已累计确诊542人 船员游客共计3600多人 感染比例远远超过了10% 已达10%好几 试图未减令人揪心 其实这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 只因应对措施缺乏人道 最终酿成了这个结果 被拦在高速上下不去 都比被隔离在大海上不了岸 心里踏实百倍 几千人挤在一艘船上 越来越多的人确诊 传染源就越来越多 被传染的几率就更大 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为何不让船员上岸 分开隔离 日本有苦说不出 明明是美国的船 美国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让日本十分心寒 日本接手 钻石公主邮轮 是被动接手 即便如此 如果美国早期能有所担当 砸钱 出人 出力 出物资 日本再孝敬应对 那就说不过去了 这艘船上 大部分是日本公民 另外一艘美国船 威势特单号上 美国人占多数 美国的关岛都没让停靠 关岛总督办公室 拒绝该船停靠关岛 你们继续海上飘着吧 结果 好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拒绝 直接在海上流浪了十几天 比美国人道 不代表日本可以被谅解 就像武汉一样 如果应对措施得当 哪能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 唯一能给的借口就是没想到 大自然的真正灾难 远比人类所见到的惨烈万倍 也许数以年间才发生一次 可瘟疫 世界每年都会不同程度的发生 我们也才过了不到17年的太平日子 就有人好了伤疤忘了痛 经这一次事 官僚主义一同被曝出 在当地已经盛行到可怕的程度 疫情目前在日本有上升态势 多地的感染者无法追踪到感染源 说明有不少隐藏的病例还未被发现 特别是钻石公主号事件的发生 好好的日本应是被美日两国整成了一个疫情区 日本原本希望美国解决 结果美国不管不问 之后 日本貌似暗地里希望各国把各自人员带走 才消极应对 传老板美国来接人 也只接没病的美国人 其他国家的一概不负责 把几十个美国病人扔给日本 即便这样 美国的口碑在互联网上也没什么波澜 因为世界的互联网都是美国把控的 没人有能力对抗美国的丑恶嘴脸 对国的日本成了全球发泄的对象 日本十分生气 美国飞机起飞前最后一刻 日本留了一手 告诉美国飞机上有14人新确诊 美国人一听傻眼了 拉美国下水 不好意思 日本不是故意的 检测报告刚刚出 另外 送数据的病号 日本不接受退订 中国有难 美国援助只听打雷不见下雨 日本有难 美国推卸责任全程甩锅 疫情当下 美国还想独善其身 即便有重重困难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尽最大努力 帮助船上的同胞 我们大使馆人员 在第一时间核实船上中国同胞请跨 与中国同胞取得联系 不但帮助他们与家人传递信息 还了解他们的需求 并尽量帮助解决 当时滞留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 有14名中国旅客 12名为香港居民 两名为澳门居民 他们年事较高 乘坐邮轮时 并未携带大量平日所需的药物 如降压药 心脏病药 糖尿病药 抗宁药等 突发的疫情 让他们处于隔离状态 日常药物也都基本用完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收到他们的求助信息之后 连夜紧急协调 及时将药品送达同胞手中 对于在邮轮上其他的中国乘客 我驻日大使馆还留下联系电话 中国乘客有什么需求 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大使馆解决 12日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收到来自钻石公主号邮轮上 港澳同胞的感谢信 本次钻石公主号事件 如同一面照妖镜 让一票西方发达国家原型毕露 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人权之上的 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 确实让人倒进了胃口 面对钻石公主号 3710亿人的人道主义灾难 英美两国是推卸责任 不闻不问 日本是应付舆论 敷衍了事 没有一个国家 真正为邮轮上乘客的权益而努力 只有中国是例外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给大家讲一个不为舆论所知的案例 1月25日凌晨 同样离属于美国加年华集团旗下的 哥士达三菱纳号邮轮 停靠天津港 这艘超级豪华的海上皇宫 载有4800人 比钻石公主号还多1000人 当时正值武汉疫情爆发 这艘邮轮会经历钻石公主号一样的噩梦吗 没有 因为它是停靠在中国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表现 天津方面在24日就提前部署检疫措施 邮轮一靠岸 工作人员立刻登船检测 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天津港还动用了直升机送地检测样本 能省疫苗就省疫苗 因为我们深知 每单个疫苗中 船上的乘客就多一分被感染的风险 从凌晨5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 18个小时完成4800人检疫工作 一共筛查出17名发热疑似患者 然后对疑似患者与亲密接触者提供酒店食宿 单独隔离观察 一天之内 哥士达塞林纳号邮轮4800名游客就完成检疫 登案 隔离所有工作 一切井然有序 波澜不惊 钻石公主号一条邮轮就难倒一个国家 结果感染了621名患者 导致了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 而人数更多的邮轮在中国都不算个事啊 这就是钻石公主号停靠横滨港之前的事情 与中国政府相比 每一日等国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理能力 确实都有待加强 这样一对比就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